虽然我们差17岁 大家觉得我们老少佩 应该没什么默契 但错了 我默契好得很 因为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只要看她今天备料 大概在备什么 主要可以猜出今天晚上 要吃什么菜 吃什么菜色 全部都一目了然 有时候我还会跟那个女儿在那边看 妈妈现在在切葱 那那个葱的 葱有粗有细 以她切的这个葱段的这个大小 我猜应该是要做葱爆牛肉 然后我们两个就会堵 那这真的就我对了 那有时候她切鸡肉的时候 就要奶油鸡 她开始开始拿锅子 甚至她看她拿什么锅子 我知道今天又要煮腐饭 所以连拿锅子我就知道她要干什么 煮饭完以后 一样小孩也要睡 就是把它弄完以后 小孩睡就是 Happy time Happy hour 对 就是我们的Happy hour 但是 妹妹这样随时炒饭 妹妹不要睡 妹妹看着妈妈不要睡着 你睡着妈妈就累了 但是有时候 男人要看把锅子 不能随时你想要就要 对 你把我弄成三个 要说7-11 不是嘛 对不对 所以是Open Open讲没有这样 所以最主要就是要看她的默契 所以有时候你要看她晚上在做什么 如果她晚上洗碗 一直洗 她可能今天心情很不准 然后不想要那个 我们早点睡觉 早点睡觉 早点睡觉 不期不带没有伤害 我先睡觉都没带 目是好 但是如果 锅子很脏 水槽里面都脏了 都不会洗 就脏去洗前哭 七八点就早去洗前哭 对不对 然后这时候你还要观察 有时候洗真的是 因为出去外面很累 真的想要洗一下 在洗的时候 洗得特别久 对 然后超过半小时以上 然后那个乳液这样 不是不是这样 抹得全身这样 然后整粗的这种的 滚滚滚 对 那这个时候 大哥你讲的 我们画面都来了 这时候 什么样的 现在脑袋都是画面的 乳液 然后什么面膜都要上 这时候男人 这时候也不要浪费时间 赶快做深蹲 因为你那个时候 闲着也是闲着 对吧 你赶快深蹲 这样有废无患 然后然后就知道说 等一下这样 大家都会罵 这样才会 就是该睡觉的时候你要睡 然后不该睡的时候 你不要假睡 在这边洗澡是暗号 对 那黄莉姐 你们有暗号吗 我们有 你们有什么暗号 好奇 我们家有两个小孩 我们家小的 老二是跟我们睡 可是 因为有时候我们夫妻 还是会有 自己想要独处的时间 其实有时候我老公 不用跟我讲 他只要默默地去拿了酒杯 他拿了酒杯之后我就会 如果我也想要 我有需求的话 我就会说 我就会这样 开始跟他试个演示 然后我说 你帮我倒一杯 然后 所以他就帮我倒杯的时候 我们两个就会开始 会有默契 就想说 就开始一搭一层 点那嘴 对 不不不 太老 太老 而且容易被人 有危险 不可以死掉 我怕小朋友知道 我们的暗号了 所以我们这个暗号 这个提示是 我们也没有讲好 就是因为会知道说 他今天想喝一杯 就表示今天晚上就是可以 好放松一下 可是因为小朋友跟我们睡 所以我们就会开始 脸哄带片说 弟弟 今天电视看太久了 你要早点睡觉 因为你今天不能跟妈妈睡 因为妈妈待会要开会 要开会 所以要开会 要线上会议 所以我那时候就会一直开始讲 然后我老公就开始 跟我一搭一唱 他就说 我会好好跟他说 弟弟你今天可以去跟哥哥睡吗 哥哥已经好几天自己睡了 你可不可以陪他睡一下这样子 爸爸都是柔性的劝导 对 然后妈妈到时候就说 妈妈不是跟你说 我们要开会了吧 一开始急躁了 妈妈有点气 有点气 要收起来 你说你在那看电视 对啊 不走 因为小朋友睡觉 他们要一个时间 还要先哄睡他们 真的老公已经很会看眼神 可是小孩子还gap到我们的 当然小孩拿动 他怎么会知道 是啊 你不要让他知道啦 对 Tracy 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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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